这个小伙来自东北 因为长相库斯刘德华 曾经火爆全网 可是他在模仿刘德华出名之后 却没能抵挡住外界的诱惑 为人愈发的嚣张跋扈 生活也日渐的高调奢靡 经过包装之后的 他出场费一度高达百万 准处排场甚至差点盖过刘德华本尊 引起粉丝强烈不满 最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新鲜镜过后 如今的他早已被人遗忘 可见一个人能模仿别人的外形 却很难模仿别人的人品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苏有高仿刘德华之声的 教海华的故事 教海华1985年出生于黑龙江 初中没上完就辍学 之声前往现场打工 打工期间 他在饭店做过临时工学徒 在酒吧当过服务生 苦头吃了不少 但钱却没挣几个 可教海华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唱歌 他年纪轻轻 嗓音却十分浑厚 早在酒吧当服务生的时候 他就经常登台客串歌手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爱好会改变他的命运 在酒吧登台唱歌的时候 他注意到有很多顾客 说他长得像刘德华 听到这样的评价之后 他意识到自己的机会可能来了 他暗自下定决定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于是他便潜心 模仿起刘德华来 要说教海华身上 还真有一股拼劲 那个时候他白天工作 没有时间 他就利用晚上的时间 来研究模仿刘德华 他找来刘德华演出的 各种录像带 模仿刘德华在舞台上的各种表现 观察刘德华的各种习惯 不但从歌唱技术 还从穿衣打扮上 来模仿刘德华的一举一动 他甚至还有目的的锻炼身体 让自己和刘德华在体型上 更为相似 尽可能的高度还原 刘德华在舞台上的表现 2000年的时候 15岁的教海华 前去参加了黑龙江 哈尔滨举办的 全国青年歌手大赛 几个月的辛苦模仿练习 没有白费 他不但凭借模仿刘德华 在比赛中获得了最佳形象奖 而且还趁此机会 正式进入到了演艺圈 那段时间他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先后被牡丹江 沈阳大连等地的电视台 邀请做节目 还有幸与杨成刚 潘长江 齐勤等主流明星有过合作 甚至还获得了机会 和刘德华站在一起 就连刘德华本人也非常惊讶 说教海华就是自己 十三多年的亲兄弟 后来刘德华还邀请教海华 出演他的替身 2006年中国山寨明星艺术团 签约了教海华 自此教海华拥有了自己的经纪人团队 全面开启了商演捞金之旅 2008年教海华一举登上央视 在一些节目中和张学友 周润发 陈龙等顶流明星同台 待遇和刘德华本尊无异 2009年教海华与吴佩茨 房祖明 还有谢娜等明星主演了一部电影 追影 在这部电影中 教海华有很多的打斗奔跑戏份 当时看过电影的很多人都以为是刘德华本尊出演了这部电影 后来还是追影的导演吴振宇公开发表声明 表示电影中的主演并非刘德华本人 而是素有高仿刘德华之称的教海华 观众们这才得知原来不是刘德华的本尊 但是观众们还是给予教海华无数的赞赏 可谁都没有想到教海华出名之后 没有潜下心来精进演技 而是明星派头十足 出门在外排场很大 不仅有自己的演出团队而且还有好几个保镖如影随形 非常的气派 出场费更是高达百万元 演出目的似乎只是单纯的为了挣钱 最重要的是教海华对待粉丝们的态度也非常的不友好 不但不和粉丝互动还摆出一副很高的姿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 网友们纷纷开始质疑起了教海华 认为一个靠着模仿明星而走红的人 没有资格摆出这样的牌上 也不值得这样的天价出场费 随着质疑声越来越大 2016年之后教海华的演艺事业就急转直下 基本上只能接到一些小配角了 如今教海华基本上已经淡出演艺圈 回归到平淡的生活之中 其实教海华的经历也反映了山寨艺人的一个现状 依靠模仿名人的确是一条捷径 但是成功之后你如何选择才能最终决定你的归宿 试想如果教海华在成名之后 能够专注于自身的能力 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撕掉模仿刘德华的这个标签 也许后来会有更好的发展 不得不说 有时候金钱的确能蒙蔽一个人的心智 大家对于高仿刘德华 对于靠模仿名人走红的明星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见